看我的雙節棍 祝大家雙十節快樂 你這個好爛的哏喔 雙十節過後 台股會不會晚上衝的喔 要晚上衝很重要 就看下週美國CPI 這個數據變化 還有 每次時機飄 就等於再生意嘛 是代表不要生息嗎 我們有獨家解讀 還有NVIDIA 黃仁星要來台了 AI股 台會飄嗎 9月台積集中 彩先看 還有這些AI伺服器的尾創 還有技嘉這些標股的移收 通通都揭露 歡迎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可可 我主持者是郭忠 嘿來看一下 嗚喔 台股要晚上衝的啊 晚上衝 就看下週美國CPI這個數據啊 哇塞 今天Eason老師要告訴我們 美在直立標 就等於再生意嘛 怎麼算的 為什麼 哇 那我們來告訴大家 NVIDIA 黃仁星又來台了 老師 鍾老師 鍾昆森老師會告訴你 AI股還會再標 會不會呢 9月台積 營收 搶先看 先來看一下好不好 那今天要吃什麼 來 我們今天喝飲料而已 叫什麼 叫Thirty 因為昨天也被一個 參加一個 我們特別節目有一個人吃太多啦 對 我們預算不夠了 今天只能吃什麼 吃酸食節的一個特餐嗎 什麼 昨天嗎 昨天吃 昨天吃太多了 今天只能吃什麼 今天只能吃Thirsty 三十茶 Thirsty Thirsty 沒有 沒有 沒有S吧 沒有嗎 Thirsty是 飢渴 飢渴 沒有飢渴喔 立馬棒棒棒棒 所以你以前很飢渴吧 立正老師 這個音樂行嗎 你喜歡的 Coco喜歡你 對耶 我這樣做 他暗示他 你問說要買幾個 他就說 Thirsty 那我就把衣服脫了 我就衝上去囉 你這個節目效果真的不錯耶 Thirsty 講那麼大還不知道 三十是Thirsty 然後就Thirsty 他一入就要飢渴 三十是Thi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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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rty Thirty是你 Thirty啦 把新生講出來了啦 今天看到兩個帥哥 你就受不了了啦 你這個梗真的很厲害耶 三十茶 三十茶就三十 因為我們要比三十 再多個十 然後三十 因為我看到三十啊 你不是唸Thirsty 奇怪是我發音不正確 還是你發音有問題 還是我記錯單字了 就是你啊 真希望台灣很飢渴的 晚前衝 好不好 請教三位分析師 好不好 歡迎 英文很好的齁 錢外資 超盤手 蔡依成分析師 你好 請修正他的發音 總統好大家好 對應該是 可能Coco在形容這個 三十歲以後的這個 欸欸欸欸 喔 女人三十很 很漂亮 喔 女人三十為什麼很飢渴啊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不確定你的年齡啦 我也不確定 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好不好 老師再唸一下 你英文聽說發音不錯啦 老師唸一下 糾正他一下 Thirsty 那個多益940分 多益940分 唉呦唉呦 唉呦 臭屁的喔 不過這個雙池 好像會有個特別節目 好像很好笑很期待啦 不過自從這個改制之後 我就沒有再參加 因為好像是很可怕的這個比賽 好 你說多益喔 改制以後是不是 不是不是 雙池的特別型 喔特別號 改制 我剛才沒注意聽 我要喝飲料 很恐怖欸 總有人吃到快中風了 你知道嗎 好像就有一位來賓 我要哈姆立克把他救他了 好像就有一位來賓 這個吃太多 變遲緩了 變遲緩了 他會有後遺症 他會有後遺症 我想中競 我想中競賽 中競賽後面會中風 他會變殘障 不要參加太多 他會變殘障 然後最後變智障 所以臉價不要那麼近 重點是我跟你講 講到最後他們每個人大舌頭 因為要吃酸胖胎 然後又要吃那個冰棒 冰棒的冰 每個人都不專的喔 到最後 講話 音樂老師下次還是要來一下啦 好不好 詹音樂老師的Line 小鼠M168168 第二位 哇 也是自行商金桶啦 好不好 是跟大家講 中坤之安分音師你好 帥哥分音師你好 來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好 我覺得昨天的節目 我都稍微看一下 真的是蠻精彩的 可是我沒有辦法參與的 你講是上禮拜的 上禮拜的 我們那個孫子遇到 中秋節 禮拜一的 我們孫子 孫子節是下個禮拜一播 是下禮拜一播的 又更精彩了 你講是中秋節的 孫子節更慘了 更慘烈 老師你下次有沒有興趣 可以吃 有 如果吃的可能是比較難一點 真的有興趣嗎 不是他會很優雅拿筷子吃 拿筷子 比賽拿筷子 他說我可以輸這場比賽 可是我不可以輸 輸 我不能 我不能丟了我的優雅 對 好不好 孫子老師真的蠻優雅的 來 孫子老師的line 小鼠WE178 詹音程老師剛才講得到多益 另外一個人 他人生只有多多 不是多多益 三次喝養樂多 好不好 謝承諺古怪笑說你好 我也是多X益 中間的字大家自己想 多元益 對 多元益好不好 多元益 還有多別的益 你剛才講什麼多元益 是郭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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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財多益 多財多益 對 怎麼那麼多益 我都不知道該叫什麼東西 好 你有多財多益嗎 是是是 有啊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 福利社三大保證 我們沒有推量小股票喔 不會拉抬股價 自己出貨喔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我們福利社的保證 因為 先求不三生 再求留效 是 我們不配合主力喔 沒有主力配合 不會配合主力出貨 好不好 這跟當然說我們股票 都盡量選有價有量的 歡迎你來怎麼樣 來參考我們的股票 沒錯 我們有什麼股票 什麼熱門就趁著什麼股票 第三個 不會置入行銷 好啊 之前有一個謝承諺 跑去別的地方 00929業配 是 我們就叫他不准講了 不能講喔 千萬不可以講 重點是中文名稱全名還講不出來 對 比賽還寫完 還比賽不出來 欸對你還沒講 我還沒點這一點欸 對啊 這什麼業配 現在知道了吧 爛人怪輸 活該 他昨天不好意思講這一段 對啊 想起來了嗎 沒有欸 那你們00929的代碼是什麼 00929的名字叫什麼 富華什麼 富華台灣什麼 什麼高 什麼科技 什麼優習 答對對對 台灣科技優習 沒錯 有誠意啊 是不是哪有誠意 你想根本就沒有 你多 多什麼都多 不知不覺讓他講好幾次00929 真的欸 真的欸 錢要給我 不收業配啦好不好 注意風險 我們不要亂開槓桿好不好 是 希望大家長長久久 好不好 真的 三次茶 我覺得 你是給我什麼半糖還是 我是給你半糖 他五分糖也很甜 也很甜 那這一間 這家那個品管控制不太好 滿甜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很甜 我也覺得很甜 我點五糖還很甜 還是因為珍珠特別甜 沒有啦 那黑糖珍珠也沒那麼甜 對啊 那黑糖珍珠也沒那麼甜 所以五糖怎麼會甜 對啊我點五糖欸 你點五糖 啊五糖會甜 是啊 蠻甜的 對啊不會甜 那你覺得有甜嗎 我這五糖啊沒有甜 對啊 可是牛奶 坤老師你覺得 我覺得是五糖是沒有糖 對啊 啊你覺得甜嗎 沒有你看上面的標籤 你看上面的標籤 對啊你在說什麼 是不是寫五糖 對啊 是啊是不是寫五糖啊 五糖怎麼會甜 嗯啊 他可能珍珠很甜吧 一辰老師你覺得甜不甜 滿甜的啊 珍珠啦 應該是珍珠 我製作coco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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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還沒有 原來 詹英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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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thirsty的 take一下coco的臉 對啊 整個紅了 泛紅了 整個紅了 女生過了三十歲以後 臉泛紅什麼意思 這個是潮紅 通常只有在 最high的時候 才會出現耶 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臉會紅啊 可能你的衣服紅的透到我臉 欸通常只有I'm coming的時候才會紅成這樣 夠了 哈哈 坤老師 我剛剛 我覺得還好 欸欸欸 這明明是無 我說稱讚他啊 看有沒有他會臉紅 他說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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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讚他他說還好 明明是無糖 我剛剛看coco 看coco 我喝一口 怎麼會這麼甜 喔 喔 大人不哏啊 不哏不哏 我覺得臉沒有像Eason老師那麼紅喔 剛剛已經紅過了 到第二次比較不會 喔第二次就不會那麼紅了 夠了 趕快看一下個單元 來 等一下先看福利社 瘋狂款股市福利社我們 特別企劃很好笑的 時間都沒有動 除了禮拜一有國 國興市特別企劃 因為那天休息好不好 對 那天就是我來講的 就是現成老師 約到快要中風了 對 絕對好笑 很好笑 重點是可以看到反應前跟反應後 吃完東西以後像傻瓜一樣 變慢了 一路輸真丟臉 好不好 來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有請Eason老師 衛冕冠軍一下子就沒了 真的 陳燕老師 陳燕老師好笑 先不要劇透了 不要劇透 幹嘛一直劇透 趕快他贏了 趕快做逆角勝 AVNC 我們趕快 9分14秒 好趕快 好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目前最新的 因為 禮拜五晚上就會有這個相關的 就業數據來做公佈 9月的這個非農就業 那還有9月份的失業率 會在這個 禮拜五晚上80分來做開獎 我認為就會先反應在這個美股上面 因為這個算是很重要的 包含失業率也是一樣 好那在這個前兩天的這個小非農 其實是爆冷的 這個數據出來是8.9萬人 是遠低於45萬人的預期 所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這個美股投資人就會來說 非農有沒有機會低於預期 那如果低於預期 目前市場預測是17萬 如果比這個17萬小很多的話 那也有機會先帶動近期 比較弱勢的美股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 晚上8點半要開獎 晚上8點半 對還有16率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近期來講 美債值率真的是飆升 是啊 而且這半個月 竟然就飆了0.46% 這個幅度其實是很大的 因為目前來講話 本週就突破4.8% 但是在近期來講話 就飆了0.46% 這個是創下 0.46% 不是0.46% 那個幅度 不是喔 是增加 比如說從4.34 增加到4.86% 對 沒有錯 是很大的一個幅度 那這個 這個4.8% 其實也創下這個2007年8月份 這個應該算是 在這個房地產風暴危機以來的新高 老師你這樣講 是說準備要風暴了嗎 我認為不能說完全一樣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雖然經濟也是比較弱勢 但是 這個美債值率感覺是在反映另外一部分 就是因為通膨太強了 對 而不是像之前一樣就是快要爆炸 景氣快爆炸了 對 這一次是通膨比較強 好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這個官員 講話 那個一神老師 第一次看到Coco 第一馬上 迫不及待馬上在cue了 真的欸 我這是蠻快的 他每一次都是硬塞問題 然後都是隨便塞 那現在找你 怎麼感覺 真的是越來越甜的齁 最近比較急啊 比較急一點齁 Surfing 對 急著 30如狼 40如虎 50座地能稀土 我問你啦 我知道 你看 什麼意思 算了 什麼稀土啊 不是啦 舌體 過了30以後 跟那個 英文我沒有記錯單字外 舌體 舌體跟舌實體差什麼 舌體就舌實體 差了一個S 加了S以後就不同了 就會潮紅 夠了 因為今天無加糖 我知道你要講的東西 他要講的東西 我心你們都不好接 我直接犧牲 對 謝謝 他上次偷偷跟我講 真的 他說Eason很喜歡加S 但是他說S都要加錢 我說那個加比較多 你這個over過頭了 我突然沒跟你討論這種東西 老師你現在懂嗎 我不知道 什麼東西 我們兩個都聽不懂 不是啦 車子不是加S性能會變得很好 對對對 車子 夠了啦 好 我來問問題 所以Surfing 30加S 我笑到流眼淚 好夠了 夠了 他講一些男生才知道這個笑話 夠了 有什麼問題 那我問一個大家都想問的問題 老師再見值利率已經來到了4.8% 那有些股票的值利率反而沒那麼高 那會不會造成股票比較冷清 這有可能 因為近期來講沒在值率飆升 其實就會造成說這個 很多家投資理財機構都在推所謂的這個美元定存 從我最近看到最低5.5%起跳 6%的也有 然後含到7%的也有 所以你說這個美元的定存啊 因為美債市率上來 這邊來講的話一定會吸引相關的 不管你是過去投資在所謂的這個 其他幣別的定存啊 或者投資在股市的 你一年能夠拿到這個6%以上的這個利息 我相信 對一部分人來講的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 所以可能會有這種資金移轉的效應 好 老師我們看一下是正夾這問題嗎 那這個 舊機山的FED主席說了什麼 好像一樣 對這個代曆 代曆來講的話算是在近期他有表示啊 他說了 近期的公債值率飆高 其實已經暗示了說 這個效果已經是在升級一碼的效果了 所以如果債務值率持續在這樣的高位來講的話 其實就沒有必要再進一步的做升級了 所以他反而是所謂的陰中代哥啦 就是說今年沒有必要升級了 因為近期的值率真的太高了 對 然後另外一位這個號稱 傳聲筒吧 對最懂聯準會的 他講了 他跟上面的看法其實是差不多了 就是說 近期來講的話因為債券拋售 對不對 升級就是代表拋售嗎 對 持續率越高 其實代表說債券價格越低 價格往下低 對代表是說債券投資人是往下來做賣出的 所以債券拋售 再加上說經濟的這個 軟著陸的希望可能就越來越小了 這個也代表了說 再升級一碼這種效果了 所以他覺得說今年再升級的理由 其實就慢慢 機率慢慢降低 所以他們這兩位來講的話都是 看好說可能在年底 不管是11月開會 12月開會可能就不會降級 老師啊公債殖利率升級一碼 身債殖利率升高啦 等於好像升級一碼嘛 這個究竟他們的主席講的 對 怎麼看一下 對我們幫大家做了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這邊右邊 半個月的時間啊 這個飆漲了0.46% 這一段時間 對於股市的影響多大 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說美債 應該說美股啦 美股的這個市值變化 就增發了2.5兆美金 是82.5兆台幣喔 那台股的部分在這半個月一樣 也是增發了1.7兆台幣 所以美債殖利率升高啊 如果說按照這個同幅度的話 欸就會流失到這麼多啊 所以我認為來講的話 這邊來講的話是 不願意再樂見啊 這個股票的市值再往下掉 所以這邊來講 直律率如果有機會往下滑 欸看到反轉的話 那這邊就有機會來做縮小 喔喔喔喔 同樣的資金就流進去了 對或者就回來 然後市值又增加了 是的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真專業 來我們來看一下一個 來 好 這個下禮拜 下禮拜也很重要啊 這個12月 10月12號 做這些數據我們來看一下老師 對 我們先看一下最右下角 要公布CPI嗎 對對對 10月12號禮拜四 8點半來做公布 好這次一樣 福利社都會幫大家預測嘛 對對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第一個 在這個所謂的這個 原油期貨 對 CPI6到8% 對6到8% 那以目前來講 9月份的平均啊 要比8月份平均再增加 9.8% 大概是10%左右 嗯 對這個是在原油部分 因為原油來講的話就是 這個不斷的往上墊高嘛 是 之前也一度說 會不會來到100美元 那目前來講的話 9月平均在89.4% 好 那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喔 30年平均的房貸利率啊 好 8月份平均在這邊 7.07 9月份平均來到7.2了 這個月增的幅度是0.13% 好那這個佔比是蠻大的喔 在佔這個三成到四成之間的 所以這個也是看到說往上走 不過它的這個幅度是相對小的 相對小喔 雖然增加一件事 可是我插播一下 是 西德州原油好像之前都是 平均89 最近好像跌到82喔 對 所以看起來有下 10月份是有往下的 喔 所以就算這個月CPI 欸 接下來下的時候要公佈CPI 看起來 就算沒有到很妙 至少 你可以期待10月份的一個CPI 對 10月份有機會就下來了 所以原價 房地 房地的利率也講了嘛 對不對 對講了 房貸利率也講了 而且這張CPI30到40% 我們來看一下 那第三個 這個大宗商品指數啊 相對 9月份相對 8月份來講的話 是月增3.1% 是 這個佔的幅度 也還蠻 也還算這個 蠻重要的 13到15% 那這個是月增3.1% 是 都增加欸 不過幸好這是月增嘛 對 CPI是看年增嘛 是要怎麼解讀 因為大家還是預期 好像比 8月CPI 再小一點點是不是 再小一點 或者說差不多啦 因為8月份3.7% 那克里夫蘭這個 預測3.6% 其實就一樣嘛 那目前來講的話 市場的這個 平均中位數來講的話 大約在3.6% 是 所以這個福利社也是 幫大家來做一個 推背圖囉 是 如果是介於啊 3.5%到3.8% 是 也就是在3.6%的上下 出來如果差不多的話 可能台股還是會維持在 一萬六千兩百點到一萬七千點 這個中間來做震盪 最近就是這個區間震盪 對 格局嘛 然後呢 如果能夠看到3.4%以下 那當然 來講的話就是一個很大的利多 代表 通膨是下來了 不需要升息了嘛 大家覺得會 會 大家覺得好像不會降這個CPI 其實還是降的嘛 對 所以如果有這個利多之下 那個台股就有機會往萬七以上來做 這個突破囉 是 那如果萬一萬一啊 這個通膨真的 很高 來到3.9%以上 那可能會回測前滴 大約就是一萬六千兩百點 附近的位置 哇 希望不要喔 那是前滴啊一萬六千兩百 零二點嘛 對 下禮拜四的八點半 下禮拜四 謝老師獨家告訴我們這些想法 還有這些表格 哇好重要喔 我們福利社也提供好多資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個人 大盤怎麼看 台股 那今天來講的話 算是在這個雙十連假之前嘛 不過還是往上走了 而且是回到一萬六千五百點之上 剛好是來到這個半年線附近的位置 那節前來講的話 量能啊 這個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講了 這兩個禮拜的量 基本上你是不用太在意的 因為一定是量說 你要看到三千億元以上的量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要等到連假之後了 所以量能說是很正常的 那台股的指數 能夠回到一萬六千五百點 我之上啊 我認為是 已經算是很強了 台股在這一波來講的話 在本週來講的話 也是 利手前低嘛 你看這個日本股市 韓國股市 香港股市 都破了底了 台股反而沒有破 所以台股基本上有它的韌性啊 以及說十月份 上漲機率比較高 或者說第一次去上漲 機率比較高的這種韌性 嗯 好老師有機會是不是 這一週漲了 看起來W底啊 是不是這算W底嗎 已經成績了嗎 這週來講 我們看週限 這週來講的話 漲了一百六十多點 1666 動起來 對 漲了一趴 而且週限連二紅 所以台股在這個立抗啊 國際性的立空之下 其實還算是有保底 而且是有撐的 所以連續兩週收紅 那再加上說 後面可能美股在 這個台灣修飾的期間 如果能夠先 穩了 然後呢整理完了 台股也是有機會 來拼這個週限連三紅 有機會拼週限連三紅 哇塞 中坤老師 雙十節過要幹什麼 對啊 我覺得雙十連假 不是不是說說 我 雙十節過我要幹什麼 我剛剛問到你私人的事情啊 有人偷跑去日本 誰喔 誰 誰啊 坤正老師 我沒有 我來在這邊 是 Eason老師喔 我沒有啊 那是誰 基鼎老師嗎 什麼 基鼎老師 對 沒有說喔 對 你應該可喜可賀啊 怎麼都知道 福利社來賓的巴國啊 他願意買機票咧 會啊 會啊 會不會 結果我會不會只有他一個人去 因為他要省錢 其他人划船啊 扯遠 你跳得比我更遠 昆仁老師 酸十節過後 不管你要幹嘛 管台股要幹嘛 酸十節過後 從大盤來看一下 你怎麼看這個走勢啊 我就說 大盤雙十過後 一定會比現在好非常多 尤其是說 菲農數據基本上 一定不會到太好 那不會到太好 其實很 他就會很大 為什麼 你是因為小菲農的關係嗎 我覺得說 因為小菲農他 基本上已經跟 預期的數字是對半坎了 那如果說出來的數字 跟小菲農差太多 那這個小菲農的 研究機構 他一定會被質疑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東西差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 就算有落差 也不會落差到哪裡 那這樣的話 低於預期機率就非常高 那只要說這個數字出來 基本上 聯準會在年底降息的機率 就還蠻低的 對 那 美元一定會下來 每在上去 每在價格上去之後 台股上漲的空間跟力道 會都還不錯 好 謝謝老師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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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怎麼會有問題呢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點 專業什麼語助詞出來很難聽耶 給他笑音 對 所以你要問我了嗎 對 太好了 因為我剛才在重點整理 我怕 你要重複他們的 我在抄他講的什麼 然後不要重複 這個很重要 醫師老師不要重複的 你剛才說 其實我有幾個 比較 幾個重要的講法 第一個就是 接下來10月公告 10月公告9月營收 目前看起來其實營收的表現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些會在 國慶日之後來反映 這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半導體的部分 大摩不是有講 明年第一季半導體會有 集單嗎 那如果是這樣 那股票佈局的時間點 會落在什麼時候 然後包括聯發科的目標價 也被大幅度的調高 這幾個算是大力多 還有一個黃仁勳要再來 不得了 那再來 即便 從大旋風變小旋風 我想對AI 整體的一個激勵還是會有 10月18號 你 三個點應該沒有重複嗎 有 因為你把鍾風真老師等一下要講的東西 講完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剛才特別講 沒有吃東西也 未卜先知的能力都具備 那他說未卜先知 封面 這個開始的標題不是這樣子嗎 是是是 你還是少講好了 少講多多益善 對不對 你是少少益善 對 他講到這個9月營收 待會幫大家看台積電影 台積電影 來講的話 這個算是賣超有縮小 是 因為我們在上禮拜一樣有跟大家強調 是 外資在近期是有吸收的 不管在台積電 還是在台股上面 他是有吸收的 所以 這邊外資也賣不下去 那 我認為來講的話 這邊有機會是慢慢買回來 有機會 因為畢竟好像現在是小幅度賣超 對不對 對小幅度賣超 第一世紀敢買回來 很難講說第一世紀的這個 回補力道 而且至少政府 你覺得政府基金會不會再有別的 比如說退伏基金啊 一些其他政府退休基金啊 或勞退保基金 會不會再進場 一定會 一定會喔 今年的這個退休草人數很多啊 所以為什麼ETF成長這麼多 其實是有很多退休人士啊 拿到這個退休金 就趕快去買 去紮什麼 所謂的ETF 高股息嘛 喔喔喔 老師你講的是這個東西 那我說政府的那些相關的 勞退基金呢 也會 就一定會在進場 喔因為護盤是不是 對 也為了選舉嘛 啊也會選舉也是一個 加分的 蠻重要的組音喔 好不好 昨天勞動基金啊老師 勞動基金是 那個去年的 結果今年才第一次撥款 撥款 你不覺得政治的 政治的意味非常的明顯嗎 對要做多了 去年的 然後今年到快10月才第一次撥款 啊不就明顯要做多這個第四季 為了選舉行情嗎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的營收 9月份營收已經公佈了 那第三季的營收已經完整公佈了 那雖然9月份營收是呈現 這個月減年減 不過合併起來 第三季的營收啊 5457億 這個是達標而且是飛越他的財測的高標啊 他高標來到5390 這次公佈5457 所以5457大於5390嘛 所以他已經飛越這個所謂的高標了 那以中位數來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他達標的這個程度啊 來到103% 也就是比中位數還要更好3.6% 所以台積電在第三季的這個財測來講的話 算是非常漂亮 你就角度的成績非常漂亮啦 那接下來就會預期說 他接下來的第四季 是 他會舉行法縮位來做這個財測啊 會在下下個禮拜的部分 下個禮拜要法縮位喔 好不好 這時候再請老師幫我們解讀一下 老師看起來這樣不錯喔 老師你覺得這個營收不錯 是不是跟AI有關係 一定有關係 對 那也跟這個 可能在這個 近期發表的iPhone 對 i15的部分也有很大的關係 喔 i15還蠻熱賣的喔 對 有人 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那當天訂的到現在還沒拿到 好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怎麼看 對 那台積電第一個 那在近期來講 雖然就被外資提款了 過去三個月竟然這個賣了 提款了1300多億元 但是很多外資他因為他是被動賣鈔 他是不得不賣 因為 美債殖利率啊 因為美元啊 好那本月啊 10月份的19號 那台積電營養會會在 那一週的禮拜四來舉行法縮會 所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在下修全年營收了 因為上一次已經這個二度下修了 這一次會再下修 我認為機率已經不大了 因為接下來已經看到說 你第三季的財設比原本預期要好 那第四季應該也不差 應該也是有機會在往上的 那下修我認為就不太存在了 已經下修兩次了嗎 對已經下修兩次了 之前還有新聞亂說說要下修三次 看起來沒有嘛 對對對 那以目前來講話 還蠻多家法人的內外資來講 都調高他這邊的目標價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特別給大家這個下面的年限 240天年限 年限當時就是在511元附近 當時股價最低516元 所以再跌下去就連線了 我相信是外資也好 或者是這個長線基金也好 基本上已經卡不下去了 所以近期來講的話 這個年限附近就有一些支撐力道 近期也是回升了 對 所以我認為台基金來講的話 這邊是有機會樂觀 往上走 516 老師你覺得有手 有手啊 那再講好了 有沒有機會 今年這個低點就是516了 我覺得有可能啊 因為你看外資 剛好到這邊的時候 欸開始吸收了 這個賣超突然就縮小了 對啊 所以剛好配合著 配合著你說 美年 相關中老師也好 說美年指數下滑 他說第四季政府要做得多 然後外資要回流 所以516有可能是今年最低點喔 那謝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相關概念股啦 相關設備股來講的話 其實會這個反應走得更前面 所以3680加登來講的話 其實在第四季的這個營收啊 是有機會來創下歷史新高啊 在他的光照盒啦 或者說在他啟發的 其他的設備產品 都有機會出貨放量喔 所以在近期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說 加登啊 他已經突破了 之前的景線之外 他也要挑戰前面的高點了 來到月季線 而且月季線是呈現黃金交叉的 所以近期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說 成交量也是往上衝 這邊來講的話 是有機會來挑戰 這邊更高的一個景線 然後挑戰前面的高點 挑戰前面的高點老師 那這個 這個 這一個最主要的受惠 不算COVAS概念股嗎 對不對 他是算這個 在他的這個設備相關 EUV的光照盒 對光照盒 然後還有這個固定什麼的 這個這個晶圓片啊 晶圓代工這一塊 他的這個設備啊 他是出貨放量的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 好我們來看一下 是在COVAS概念股 這蠻寬的好不好 老師你可以講一檔股票嗎 比如說那個6187萬潤 萬潤 表現也很好啊 你看他來到這個月季線以上 那以及上個禮拜 我們跟大家講的這個1560中砂 表現也還不錯 所以近期來講的話 6187萬潤啊 中砂啊 或者說其他這些COVAS概念股 也會受惠到 啊這些 可能在封測上面 能夠在 啊精進 或者說在提升 因為不管是AI還是台積電 他在239米上面的需要啊 我認為都有機會水漲船高 好都有機會水漲船高 好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啦 哇美國CPI這個數據 好重要喔 很重要喔 有沒有覺得很棒啊 對啊 有沒有覺得伊森老師講解盤 你有甜在心裡了 頭頭是道 讚 有沒有甜在心裡了 有 甜姐兒 人家你甜有沒有開心 有啊 甜姐兒 甜姐兒 我覺得我要長螞蟻了 你是甜姐兒 謝承諺也是甜姐兒 我是甜姐兒 欸欸欸欸欸 我甜姐 欸 欸你看我今天不錯齁 我都有接到你的梗齁 有欸 就是他真的不能吃東西 他那天一講 然後我就 沒反應 然後我就私底下問Coco說 欸 所以那時候應該是要接什麼梗 他就講說 啊對齁 吃東西真的會變笨 超理解的 我沒看過一個人那麼 那麼血糖那麼容易上升 對對對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跟你講他已經看了說 啊 男人啊 到了那個一個40歲以後 血糖上升的速度 比血液上升的速度還快啊 喔 是 血糖上升的速度 比充血的速度還快啊 對啊 是血液上升的速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單元 熱門我醉天 脂肪跟金豪科 登登登登 好 第一個2345世邦 那這個也是我上禮拜有提的 那你會發現 他這個禮拜 欸 有來到這個收盤價的新高啊 所以 要挑戰歷史最高點來講的話 我認為算是在這個下個禮拜 或者說下下禮拜都有機會看到 因為世邦來講 不管是在 近期的這個 AI的網路交換器啊 或是說在這個討論顧比較高的 近期在這個矽公尺的封測上面 其實他都是有受惠的 所以 在股價上面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 他的 他的這個買盤啊 算是格外有支撐 有支撐嘛 對 所以上個禮拜講了之後 欸這個近期的表現還不錯 那我認為還可以值得留意 喔 還有值得留意齁 這製板齁 玩通勢相關的 欸蠻漂亮的 快突破了欸 老師 對 哇 製板的這些股票 那老師 我們來看下一檔股票 對 下一檔在這個 記憶體IC設計的部分齁 306金豪科算是這個易軍突起喔 是 那以金豪科或者說記憶體相關的啦 他的這個股性其實比較不好抓 所以 我認為是做一個風險提示啊 這些檔股票來講的話 我認為是買黑不買紅 因為你會發現說 他的這個K線啊 要嘛是長黑 要嘛是長紅 比較不好抓啦 所以我認為來講的話就是說 你買在黑K的固境 然後呢 賣在他出現長紅K的時候 會比較好的一個操作方式來抓 近期記憶體的這種 反彈的這種漲勢 然後記憶體最近價格散展嘛對不對 對 這個記憶體這種股要 真的很特別 每一次當你新聞知道 哎呀 報價散展了 都已經先展一段了啦 對 感覺好像公司內部 或是誰都先知道了 真的 所以老師有提醒我們 要反著做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 教我們一些 反向操作的一些思考 好 我們貴公子來 中坤老師你好 麗智 麗智跟玉樓 跟玉樓 好啊 韓劇也我有看耶 什麼麗公子 就是一個韓劇啊 是喔 他也有跟公子的氣勢啊 對啊 喔 老師你好 好 好那 老師很害羞 每次都不知道怎麼 可是你今天這個頭髮 特別Q耶 是故意的嗎 還是什麼 今天是外面風 真的啊 我可以看那個劇照 今天是外面風太大 真的真的 風太大 對 颱風天被外面吹了大概 小犬 小犬 小犬的 小犬 老師你說你說 今天感覺風特別大 對 好啦 會提到荔枝就是說 其實他主要也是跟散熱有關係 因為說近期跟AI伺服器散熱相關 最熱門的當然就是水冷式的散熱 對那因為說 荔枝他們家的產品在 之前的第三季祭出 有正式通過水冷式的認證 那他目前是多個案子 正在積極找客戶要出貨 那只要說 因為荔枝他傳統 他本 原本的本業是做一些MP跟PC 對那他新產品是水冷 只要說這個水冷正式出貨的話 基本上他在明年的獲利會大幅度的提升 毛利率也會 對那以荔枝目前的訂單狀況來看 明年估計大概是可以到13到14塊錢左右 那如果說13到14塊錢的話 其實目前的股價 他的本益比大概只有11倍左右而已 算是非常便宜的一檔 算是AI散熱相關的個股 對我覺得說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好可以持續去做留意喔 好不好勵志喔 可是股票感覺很特別 感覺有人讓他跌下去 也不會讓你漲太快 對因為說剛好也是站上了這個月線 月線位置 對是有機會向上去做突破 好蠻特別的 是坤森老師告訴我們 第一次還有什麼 育龍 育龍 好那其實 有去新店育龍城嗎 有還真的有 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是第二天去 人真的非常多 那時候我不想打招呼 我說這是坤森老師嗎 你也有趣喔 欸怎麼是Coco 是應該你怕被他認出來 你旁邊的人不對吧 確定欸 我是不是還坤森老師 所以你不敢打招呼 不敢打招呼 聽起來要有道理喔 應該是我不敢打招呼才對 就兩個都不敢打招呼 兩個都不敢打招呼 所以我們都是阿阿阿阿 這好笑 好啦沒有看到他啦 來 來老師 好那 育龍城怎樣 跟育龍城 我覺得關係不大 對因為很多人會說 育龍進行 那你先跟我講育龍城就好不好逛 我覺得 如果人少一點可能好逛 但是我覺得 包了很多喔 真的喔 不好買 因為該有 因為他就 我覺得他比較像區域型啊 對對對 就是你在別的地方都可以買得到啦 他東西沒有特別啦 是不是 對啊 他為什麼不好買 他不買有什麼原因 就是我在講嗎還是什麼 呃 可能品牌比較 比較小鐘一點嗎 對我來講 我懂的啦 中文老師 就是要貴的品牌啦 貴公子嘛 就是沒有LP啦 沒有GUCCI啦 YSELO啦 HERBUS啦 對啦POLO3啦 那些都沒有啦 都沒有啦 對 不好買 因為太便宜了 只有UNIPULO啦 我覺得還不錯 成品裡面很多書 所以我也都會去看書 喔他成調你看喔 書香 太便宜的東西要不買啦 可是我是有氣質的 所以我喜歡看書喔 哇那個人設真的是不錯喔 對 這個喔 真是蠻厲害的喔 所以你繼續講喔 所以浴龍車你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對那其實 就是貢獻營收以後可能不多 會穩定貢獻 穩定貢獻但是不會到太多 我覺得是不會 因為整體來講 我覺得人是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對啊 所以基本上會賺錢啦 但是不會像他們家的電動車這樣大賺 對那 會提到浴龍主要是因為說 鴻海的科技日 對那鴻海的科技日 其實跟浴龍一定有關係 尤其是說鴻海科技日 傳出說黃仁勳要來嘛 那如果說黃仁勳來的話 其實 他是有機會激勵到 就是變相激勵到浴龍的股價 對所以而且浴龍的本業跟明年獲利 其實都不錯 那詳細的原因為什麼說會激勵到 等一下我們下個單元再講 唉唷賣個梗 賣梗 臭 可了啦 掉人胃口 學壞了 學壞了 好的不學 好的不學 學Eason老師 賣光子 那你說你喜不喜歡Coco 等一下 等一下再講 錄完節目再講 是不是 我們私底下講 你私底下講 好啦 謝謝老師等一下再跟妳講 第三位 來什麼股票 欣欣跟唯欣 好 我們要介紹也是貴公子 但是貴是不一樣 下貴的貴 我以為你會講這個梗 太讓我失望了 你現在介紹的功力 整個大幅度下滑了 你看看 有時候臉皮比較薄 是不是 我還以為你剛才從貴公子會一路貴公子 對不對 還要我自己Q 你是公子嗎 貴公子啊 下貴的貴啊 你如果用這個梗 有一個很好的接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來賓 是不是 因為他只要這一集表現不好 他下一集一定會畫很多 那塊錢 有耶 能量補充 他會像景氣循環鼓一樣 對不對 你變快喔 下一集馬上反彈喔 我不會說 永遠在谷底喔 我很快就反彈喔 其實觀眾朋友 他其實很認真 他有一次忘記接我的梗以後 他就很生氣 他會記在裡面喔 沒有 後來我把那個梗回去 用在臉書裡面發文 你一定要講出來 四可而止 有沒有 有 四可而止 有 昨天的那個 也有用的喔 有有有 用哪個 昨天企劃的時候也有用 就是凱哥在介紹自己的時候 有四可而止 但沒人聽到 對沒人聽到 硬要講 硬要講一下 一定要講一下 來 好來介紹一下星星 那星星的股價大家會發現 最近表現的其實相當強勁喔 你看沿著均線這樣 一路的一個往上攻喔 實際上最近我們先看一下這個BDI指數好了好不好 BDI指數在9月5號的時候是1063喔 你看這個月啦已經持續上攻 現在已經到1800 你看這個漲幅是在八成左右 而且近期來講是持續的往上突破 那這也代表整個散裝航運的一個運價持續的上升 那以星星來講 他目前我算了一下 總共45艘船喔 其中四艘巴拿馬喔 七艘海峽型 有一雙 一艘是鐵礦砂 還有三艘是郵輪喔 所以 未來應該能夠受惠散裝航運這個景氣向上 的一個趨勢 目前股價也在低檔喔 特別跟大家分享 BDI指數本中上漲吧 哇很強啊很強啊 這個月來 漲了八成 漲了八成 很猛很猛 你剛才分析沒有注意聽了 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我再提醒一下 這位怎麼可能講八成 接近1063到1827 你講的是說 9月5號 9月5號 我想說10月剛過來而已 將近啦 將近 我說過去一個月 我說過去一個月 對對對 講清楚要是用字顯值要 有有有 我剛才在講 對對對 我剛才講得很認真 我們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一段好不好 今天浩森心很強 對對對 昨天沒贏 不要再破梗了 不要再破梗 你為什麼要一直破梗呢 感覺好像輸了140一樣 對啊 我好歹我也拿過冠軍 我也曾經 綁過冠軍腰帶 好來 接下來介紹這一檔維新 這一檔維新 為什麼要特別講 實際上最近黃仁勳在講一個東西 引起大家的討論 因為他說 摩爾定律已死 我們先講什麼是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就是說 在兩年的時間內 你晶片的這個數量 會增加一倍 那增加的意思是什麼 代表你的速度也會增加 可是他說 從奈28奈米到5奈米 其實只有增加2.5倍啊 那摩爾定律不是已死嗎 所以網友開始在講 黃氏定律 什麼叫黃氏定律 實際上過去十年 揮達讓整個晶片的效能 提高了1000倍 所以他的意思 所以大家就開始在彈這件事啊 那實際上 當然我覺得發展的狀況 可能不同 確實這個 揮達讓整個晶片運作的效能 提升了 但是摩爾定律 是不是已經死了 我覺得這個還有帶爭議 但是從這個地方我們來談 就板卡的一個效用 板卡的需求也會大幅度的提升 當然現階段來看 我們先幫我切技嘉好不好 不好意思 先幫我切一下技嘉 上次這個80年以來 特別談到的這個阿嘎 海角7號 在這個墾丁 那 真的 好 真的 可以喔 沒有問題 他話越多 就代表他有時候 三集他很空虛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不要再講上一集的事可以嗎 好 好不好 下禮拜 再講下禮拜的事可以嗎 可以 那我趕快把這一集講完 好不好 我想下班了 好技嘉怎麼了 但我先講 技嘉的股價 你看 接近290塊 表現好像很不錯 然後你幫我縮小 縮小 我們看到這一波 他受惠整個 再縮小 縮小 縮小 多小啦 也不要那麼小 也沒講清楚 那麼小幹什麼 不要多小 你可以適度調整這個範圍嗎 縮小 就像陳彥老師那麼小 好 這個太小了 沒有小到這樣 這是要放大鏡耶 你是要侮辱我嗎 沒有 我本來要顯微鏡 用顯微鏡 來 夠了 夠了 我是生氣 好 那你看這一段 夠了我怎麼什麼都看不到 對 對 你還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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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都看不到 尊重一下來賓的專業 好不好 那因為技嘉的 最新營收 最新營收 163億很均人 不錯耶 你不管從月珍或年珍的角度來看都很強 那原本119而已 對 那EPS是1.4 就是說我們目前能知道的第二季 但我要特別講一下 第三季應該暴衝吧 都會暴衝 但是你去看 微星的營收 我相信9月份營收也會增長 當然幅度多少 我還沒有最新的數字 但是他的EPS多少 2.34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在這個角度之下 微星的股價不到170塊 你不覺得 有一種 可是技嘉就是比較有AI 對 但是我們剛才講到了 板卡的一個效應 我相信都會受惠 確定都會受惠 你不是硬拗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微星之論 硬是裡面 澳是外面 你現在講這個嗎 不是啊 你是不是微星之論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那你就在講微星 怎麼不是微星之論 不是微星之論 是微星 但是不是微星之論 老師你剛才說10秒 謝謝 謝謝 已經超過我的極限了 超過極限了 看一下 所以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獨家的標股 欣欣跟微星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甜股幫你圈 老師老師 坤老師你好 請老師 坤老師 你今天講話 他跟你講話你不會臉紅 你是不是已經 現在沒有這麼欣賞他了 不會吧 就是要去玉龍城 沒有帶你去嗎 其實我 其實怎樣 這樣你不是有看到嗎 對 你不是有 是我嗎 看到你們兩個是不是 好啦 開玩笑的開玩笑的 好不好 來 NVIDIA 黃仁勳又來台了 你可以過來一點點 沒關係 AI股 你這個 AI股 還未在標 真的嗎 我覺得說 因為 這一件事 還不確定 對是有消息傳出來 還不是確定喔 還不是確定 因為鴻海他們家沒有證實 是有這個消息 可是這個消息 應該不會是 空虛來風吧 我覺得 鴻海不要證實比較好 因為如果說 鴻海證實 黃仁勳真的會出席科技日 那股價一定會提前反應 股價就會先漲在前面 是 但是如果說鴻海沒有證實 那到時候 科技日 黃仁勳真的出現的話 會給市場一個 算是說意外的利多 我講一個比較政治的 如果他鴻海 能邀請他要來的話 邀請他來的話 我看郭台銘 前董事長 應該會 會蹭一下 政治的熱度 好不好 我覺得是會 因為他最近連署可能 連署 30萬人最近連署都在社群狂打廣告 要28萬人 還在社群狂打廣告 我最近 對我最近看到廣告 對 那個上個月很多都是詐騙 可是我很怕被是詐騙 對 又要叫我加LINE 上個月很多都是 那個老師你們的詐騙 對 要加LINE 那個 Eason老師 就是詐騙騰老師 中坤老師 成縣長國外教授 現在沒有 現在都是郭台銘董事長 趕快連署 對 總算願意砸大錢 好 這扯遠了 我覺得說 是蠻有機會的 當然說 如果說 AI教育黃德勳真的來的話 他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當然說他一定會再把整個AI股 全部都被再帶起來一次 好 我覺得說 除了AI股以外 其實跟鴻海相關的一些電動車 也很值得去做留意 因為你看 以黃德勳的行程來講 其實算蠻合理的 因為說 以色列參加AI的高峰會 那參加完畢之後 順路再來 台灣參加鴻海科技日 這算是蠻合理的 好 那你去看 我們再往下看 而且先前就有傳出來說 鴻海他以前有接獲到 揮打最新的晶片 對 那我覺得說 這部分的可能性 是還蠻高的 因為其實鴻海他原本在組裝一些 晶片的技術門檻 其實就還蠻高的 那只是因為說 Apple這部分的毛利真的太低 所以鴻海的營收才 一直沒有辦法出現 比較爆發式的成長 對那如果說 用這項技術 那去接揮打訂單 我覺得機率蠻高 那如果說真的有接到的話 其實對於鴻海他接下來的發展 一定會非常的好 那我們可以繼續來看 就是說市場就在喘嘛 黃仁勳來台那可能就是 主要就是要恐怖他們合作關係 催貨啦 對對對可能就是要催貨 好那我覺得說 除了這部分以外 就像剛剛有提到的 這個時間我覺得其實 鴻海整個集團 他們抓得非常的精準 因為科技是完畢之後 接下來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紅華仙計要掛牌 對他們家旗下的電動車廠 難怪你剛才看好玉樓嘛對不對 對那如果說這個黃仁勳如果有 針對這部分去講話或是說喊話的話 我覺得有很高的機率 會順便再提到他們家 紅華仙計全新的電動車 那搞不好說他們家電動車是用 灰打的晶片也說不定 就剛剛好是為他們家 要掛牌的公司去做鋪路 對那因為說紅華仙計 他在10月底掛上去之後 他是掛創櫃版 那創櫃版一般的民眾是 比較不容易去做買賣 對所以這個時候可能說 大家就會把這個對他的期望 再轉移到玉樓上面 對所以我覺得玉樓就會變得 算是說比較變相的受惠的股票 對蠻有機會的 蠻有機會的 可是稍微注意一下 6月的時候揮達的晶片 交貨期一到三個月 然後現在一直在 因為供應鏈的相關設備 對然後延遲這些訂單的交貨 對因為這部分其實很明顯 就是他的交期是越來越長 那越來越長一定就是說 當然第一次是COAS COAS的問題 那還有就是說 他的高階晶片下單的人越來越多 那你就要往後去做排隊 那我覺得說這是好事 就代表說供給一定是遠遠大於 需求遠遠大於供給 對但是裡面會有一個小小的風險 就是可能會有overbooking的問題 結果重複下單 對這部分可能說 未來就要特別去做留意 因為說 你如果說現在下單 結果一直拿不到一直拿不到 大家可能又說 不然我再下一次看看 如果我一次就只能拿到一半的訂單 對啊對啊 那我就訂兩倍嘛 對那最後可能就變成說 發現訂太多了 那最後又取消 這部分是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外資持續看好AI股 對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其實就像我們前幾集有特別提到 接下來全新的AI嘛 這個深層式的AI它包含說 語音那跟圖片 那更廣泛的運用 那只要說這個深層式的AI 它持續成長 跟它效能越來越好的話 伺服器的用量一定會大幅度的提升 而且我們之前有提到 這個新的ChatGPT 它可以搜尋到更久遠的歷史資料 那更久遠的歷史資料 它所需要的伺服器一定會更大 那只要說伺服器的量更大 它裡面所需要的晶片 一定會比現在比較大幅度的 往上去做成長 對所以這部分絕對是沒有問題 你去看 可能說2025年出貨會增加是79萬台 那這個數量 它的我們可以再去往下看 它這個滲透率其實是非常高 對就是 它的佔比 對它高階伺服器的佔比 那其實說高階AI伺服器 跟一般伺服器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說它的毛利率 反正這什麼滲透率 是什麼的滲透率 就是說整體AI伺服器 佔什麼 佔原本的伺服器是不是 對 佔傳統伺服器 因為其實大家 就是一些業內在講 都是講伺服器而已 比較不會特別去區分什麼 AI伺服器 因為以前AI伺服器佔比不多 對 對 對 因為其實以專有名詞來講 也沒有AI伺服器這個東西 就是說 它是用GPU的等級下去做區分而已 對 然後我們現在繼續往下看 來 那再來當然就是偽創嘛 你去看 以偽創來講 偽創它也有 可是偽創一直有訂單 可是一直有人說它流失 那股價也最弱 還是來解釋一下 我覺得說偽創它算是 偽創那種感覺這種感覺就是說 就像那種好像一直說自己很厲害 可是一直沒有得到冠軍 或偶爾得到冠軍 又變得很弱勢 拉上去又斬停板又打開 隔天變很弱勢 的那種 畫面為什麼 帶到謝承諺那邊去呢 不是啊 郁凱先沒來 你一直講他幹嘛 講你啊 是我嗎 你改名的喔 謝玉凱 不對啊 我就冠軍啊 實至名歸啊 沒有沒有 請看下一集 那一集還沒播啊 還沒播好 就目前為止 我還是冠軍欸 你現在是怎樣 他搞的他自己已經是那種 超級冠軍 然後選五冠軍 我跟你講 你現在這一番話 麻煩你 下個禮拜再講 再講 沒有啦下一集還不一定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偽創 這樣看起來就是怎麼樣 就是不得人疼 怎麼樣 我覺得偽創 真的是不得人疼 因為其實說 我們等一下慢慢來講 你去看喔 就是因為偽創 就是他的利多其實很多喔 也沒有很差 對真的沒有很差 可是感覺訂單一直增加 對 又像說 現在輝打也說 他 因為原本是考量到COAX的問題 那輝打他可能考量到說 下這麼多訂單 可能也沒辦法這麼及時拿到手 但是現在COAX的產能 已經比之前還要來得更大 所以輝打他可以去下比較大量的訂單 所以這個時候 輝打他就有跟偽創在研討嘛 就是要不要去增加 AI他們的基板的訂單 對那如果說增加基板的訂單 就代表說 偽創明年的數字一定會比現在估的再更好 對那我們可以繼續往下看 偽創明年的第一季 基本上我覺得是一定會顯著的訂單 因為說偽創目前來看 他的產能是還沒有滿載 所以他事實上是還可以再接到新的輝打的訂單 那如果說再新接下來的話 其實2020的數字真的會還不錯 對那可以再繼續往下看 是現在本來是729億的營收 最新快報啦 對現在變779億啦 對那這個營收算不錯嗎 月增大概6%多 算不錯喔算不錯 比你現在好喔 對不對 不要之前都是技嘉營收增加那麼多 甚至是技嘉增加營收算不錯 其實前幾個月就是技嘉廣達跟偽創 他的幅度最低的就是偽創 是啊 對 好像還衰退嗎 好像還衰退 所以偽創他其實在7月份也是衰退的狀況 等於年減跟月減啦 對 但是在7月份同時間廣達跟技嘉 其實都已經開始在成長了 對那我覺得說 這部分跟偽創的本業也有關係 因為他本業很多都是在Apple的組裝 那Apple組裝本來就有酷損事 需要去做消化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偽創目前產能還沒滿載 他是還有很高的機率 可以再接到新的揮打的訂單 那偽創目前 先不去算他新訂單的狀況 偽創他明年估大概是估 6到7塊錢左右 那如果說以6到7塊錢來看 偽創他在110元上下的本業比 其實大概就是落在15倍而已 那我覺得說 以一檔一線的AI股來講 如果說連15倍的本業比都不會漲 那就真的是太委屈了 對而且說 如果說6到7塊錢 這個再接到新訂單 還會再往上提升 等於是說偽創目前的位階 只會低於15倍 不會高於15倍 他的本業比 對所以我覺得 偽創比較大的問題 可能就是籌碼吧 對就是 太多當衝啦 或是說散戶在裡面 喔 抽碼 對 因為除了抽碼以外 偽創其他的訂單預估 還有他的業外收益 其實都蠻不錯的 都蠻不錯喔 對 阿哥抽碼現在 不起來還有大戶有增 稍微衰退一點 綠色衰退一點點 所以 喔 這是賞戶喔 喔 是賞戶怎麼加那麼多喔 所以就一直不會漲 近期已經開始在漲 有啦 也衰退啦 對 所以近期股價開始在慢慢往上墊高 找到這邊有一點衰退 可是衰退不多喔 對 爆表了喔 我跟你講 到這邊上場喔 所以賞戶拜託你們 你們越不要離偽創 偽創越會噴 是不是這樣說 對對對 阿美女 我覺得今天你講那麼久 舉太慢了對不對 現在才可以舉手 真的 阿剛才Eason老師 馬上迫不及待的舉手 都要結束了 對啊啦 趕快說 對 我應該早點舉的 老師我想問阿 就是黃仁勳他來台 如果說他提到的廠商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留意 我覺得很有機會 因為說黃仁勳他會提到的廠商 一定就代表說 可能未來有合作關係啦 或是說有什麼樣的密切的合作 我覺得可以 而且是說 如果說以短線上的操作來講 只要說黃仁勳有點名到 我覺得接下來的可能兩到三天 一定都不會到太差 對啊 我覺得Coco 你不要看到昆森老師 你就不舉好不好 明明昆森老師就沒有問題 他也沒做錯什麼事 陳彥老師叫我不要舉的 陳彥老師不舉喔 沒有啦 陳彥老師叫你不舉喔 沒有啊開玩笑 找謝老師 找謝老師 他剛才說我應該早點舉的 之前一天我好像也有講過 找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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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不舉問題要找謝 有問題 舉不舉問題要找謝老師 今天這笑的蠻好笑的喔 對 你以後下次 經典經典 我跟你講一位 以後節目不要再訂餐了 要訂無糖紅茶就可以了 他今天真的蠻好笑的 而且今天音樂老師也蠻好笑的 而且謝老師 你跟他說要找謝老師 他不會生氣 他其實他是蠻開著喜玩笑的來賓 真的不錯 好 因為我沒有這個問題啊 真的 沒有這個問題就不覺得不錯 幫人家解決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專門幫人家解決找謝的問題 但是我沒有找謝的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沒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 因為他有問題就解決 他不是解決問題 他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所以他旁邊女伴都消失了 不是 消失了 我真正跟你講答案 因為不舉所以不用找謝 你看 這個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真的可以開自己玩笑 很老實很老實 這就真棒的來賓好不好 我們學著點 學著點 就是 是學不舉還是學找謝 去學調凱自己 是是是 我要像你這樣子 調凱自己成這樣 有一天需要的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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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快點看一下廣達 快速看 那以廣達來講 廣達到目前為止 營收應該是 還沒出來 還沒公佈 還沒出來 到現在錄影時間 5點多還沒出來 可是我們已經已經很多家營收告訴大家了嘛 對 主家偽創 您去說 好那我可以先講一下 我覺得廣達在9月份的營收 預計會是 月增但是年減 那預計會創下12個月來的新高 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說其實廣達他今年的成長性非常好 但是因為說廣達他其實在去年有稍微接到一點 就是跟AI相關的訂單 所以廣達在去年的9月份 營收其實已經開始在出現比較大幅度的成長 對所以今年的9月可能會年減 小幅度的年減 但是月增的幅度會還不錯 對這部分可以去做留意 可以去留意 廣達 廣達應該怎麼樣都比偽創好了 一定是比較好 我這樣講 我突然有個idea有個結論 連之前最差的偽創的營收 向著月增加了 代表說其實是AI的一個訂單的效果 營收真的有出來啦 對 加上台積電的營收 前陣子AI在漲是 確實是庫存沒有消化碗沒有營收 但是第四季開始 它是真正的有機之潭 是真的有機之潭 所以我覺得廣達過高也是時間早晚而已 好 謝謝老師 而且最近他比技嘉還強啊 對啊 好 他比技嘉還強 有機會挑戰282元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解盤啊 好不好 Coco你有沒有覺得要放假 大家今天都蠻好笑的 對啊 要常常放假 老師 要常常放假 有問題要找解老師 記得 無糖紅茶 無糖紅茶 然後才會奢侈體 因為奢侈體 所以要點無糖紅茶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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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蠻好笑的一個 今天的節目 好不好 所以今天節目很精彩的話 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希望三十節過後 關關難過 關關過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六週五晚間八點上線 一張解盤影片 二次教學影片 二次教學影片 最愛之誇 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務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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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賣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地區 咪咪 到 二月巨峰 創打鼓 閃千棒 開始搶 打 真的 我的嘴巴 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每天都要打鼓 又極力 對 怎麼打鼓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煞低 的經驗真的痛 黑氧季律長 我確認然後 我好 還是我要大力 看空梳下囚固 喔 这没错吧 右边紫色 又有一点吗 疯狂股市福利社 要导致 最最高 杀最低 想要改掉这坏毛病 疯狂股市减蚕链 财富费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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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 召唤了 没有第一桟 welt 一面 3